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awadika 这里是一兰食堂 我是小兰 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料理是 制制东央酱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 卡 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125克的南姜 10克的黄姜 220克的香茅 75克的姜花 120克的小辣椒 145克的阿桑 6克的风干液和酸干 首先 准备200克的水 将阿桑放入水中浸泡15分钟左右 将小辣椒去纸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将香茅 南姜 黄姜 姜花 切成小块 1 1 2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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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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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3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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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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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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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9 6 5 9 5 5 8 5 5 5 将去紫厚的小辣椒放入搅拌器中 再加入少许的水,搅碎 然后倒入碗中,备用 将酸干对半切 把酸干的汁挤在碗里备用 开火后倒入油 待锅热后,倒入中好的香茅 黄姜、蓝姜和姜花炒一炒 再放入风干液 大约炒10分钟左右 然后倒入在小辣椒 然后倒入阿山水 炒至它收水 炒香后,加入蔗糖 盐 和蔬菜精 再倒入酸干鸡 最后,把炒好的冬腰酱放入搅拌器 将它打至泥状 这样冬腰酱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可以把做好的冬腰酱放入罐子里 冷却后,就可以把它放入冰箱冷藏 今天我们的自制冬腰酱就学习到这里啦 如果有任何疑问,可以在下方留言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,别忘了按赞,订阅加分享 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动态 我们下期见! Sawadika! 我们下期见!